朋友们,今天我在特拉法加广场,作为一个新闻报道。 这个特拉法加广场是全英国人聚会的地方。 所有的庆祝胜利,开什么聚会,还有什么活动,全是在特拉法加广场。 今天是爱尔兰的庆祝日,就跟咱们中国庆祝春节一样。 平时,比如说像第二次学业大战胜利的那一天,还有英国正式到奥运会举办的全力的这一天, 还有咱们,就连咱们中国的春节也是在法拉艺术广场开办的。 所以今天是爱尔兰的一个传统节日,所以这聚集了好几十万的爱尔兰人。 我心想了,咱们怎么也让咱们看看这个,对吧? 所以我今天就,刚才下大雨了,现在天气明朗了, 我现在给大家给大家介绍点阿尔兰的人生活。 你想想,现在待会生活的基本上全是阿尔兰人。 他们这个民族呢,就特别有意思。 他爱喝酒,你要说要喝啤酒,咱们东北人可跟他们比不了。 真是的。 我跟你说,待会我去照着他们的酒吧, 就像在那艺术节上都有卖啤酒的,太好玩了。 而且他们国家的这个颜色呢,是绿色的。 咱们中国是中国红,他们是绿色的。 所以呢,我为大家看过今天的高兴高兴。 这个艺术节呢,特别有意思。 有不同的很多演出,有很多不同的节目。 很多这个舞蹈之类的。 咱们往下看看,带你们玩吧。 好。 二蓝点。 二蓝人是最爱喝酒的。 所以呢,在那个艺术节上,好。 好,阿尔兰人啊,把这酒吧全搁到大街上来了 今天是整个一个阿尔兰的颜色是绿色的 不论是足球队啊,是他们这个国家的风格啊,都是绿色的 所以今天呢,整个咱们是一片绿,阿尔兰的 阿尔兰的年轻人,今天都在聚集在这个鸽子广场了 阿尔兰,阿尔兰,阿尔兰,阿尔兰 Selfie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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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ere we go! 这个是典型的阿尔兰的音乐 这个音乐呢,就跟咱们中国的传统音乐 还真有点像,是不是? 现在我们来的是一个阿尔兰的旅游局的一个 阿尔兰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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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尔兰 这就是,阿尔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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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FORіє! 所以呢,现在呢,大酒桶全摆下这个旅游局那,是吧? 要有敢比赛的,跟爱尔兰人比赛喝啤酒的,请联系我,我一定让他们喝醉了,不醉咱不回家,在我身后呢,这些宣传的这些小棚子呢,都是这个爱尔兰的吃的, 还有这个爱尔兰的景点,还有那个爱尔兰的文化,风俗,都在这些,在我后子呢,做宣传的,是吧,那个将来呢,有朋友来英国来玩的,一定要来爱尔兰,是吧,这爱尔兰呢,人家热情,那个开放,而且呢,特别好客啊, 你要去了爱尔兰呢,嘿,你就别走了啊,你该吃什么,该喝什么,特别有意思,而且这个爱尔兰的风景呢,是比英国还漂亮,因为它有山嘛,是吧,而且,但是,有一点,说话,你们可能听不太懂,我都听不太懂,就跟那个山东人啊,山西人说话似的啊,但是, 但是,这语言不行啊,他爱尔兰的事儿,真听不懂,那么,麻烦待会我给你们采访几个人,让你听着他们的口音,是不是跟这个伦敦人是不是一样了啊。 你看没有,到处,都是戴这个绿帽子的,哈哈,要咱们中国人来讲,一戴这绿帽子,嘿,还真麻烦了,是吧,但人家在这儿呢,他跟这绿帽子,是两个意思,是吧,所以呢,中备戴绿帽子,那说有问题了,这点一戴绿帽子,他就高兴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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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